10点钟的MyFM贾森阳班 将会有Melody杨运和的MyFM明星时间档 当然也会有我的社会我的关怀 东宇哲的特别绽放 继续的手叫MyFM MyFM MyFM12周年特辑 我的社会我的关怀 10月份主题 大马鱼鞋匠和鱼鞋新人 MyFMMyMusic 东宇哲我的社会我的关怀 10月份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聊一聊本地创作 希望大家就是更加注重的本地创作 也因为有这个本地创作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鱼鞋奖 也将会在11月份举行 那今年呢 东宇哲就入围了鱼鞋的新人奖 哈喽 你们好 佳森你好 那刚刚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讲到说阿哲很喜欢本地创作 对不对 我先推荐一些啦 像是吴家辉 然后他有写给陈家凯 《飞行943》 对 这些歌曲其实我还蛮喜欢 吴启仙大哥的作品 对对对 而且吴启仙大哥算是在现代流行音乐史上 第一位冲出海外的歌手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非常的棒 那像是还有易捷奇啊 彭学斌 对 天后 陈志安的天后 我本身蛮喜欢的 对对对 还有陈寅健 对 是一位很出色的创作人 非常棒 那小冬你呢 那其实我就比较喜欢呢 像林宇忠啊 张东梁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一个歌手 然后他们就可以红到那么厉害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的歌呢 就是之前在中学时期的时候 我都会听他们歌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 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棒的一个歌手啦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歌手啊 都有个特色 而且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 就是以创作为主 对对对对 那东宇哲以这个 这样子一个团体出发的 这个情况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那也是在马来西亚音乐史上的 当然是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啦 对不对 你们掀开了新的一页 没有啦 其实真的是 也要谢谢于协 让我们东宇哲入围到于协的 一些市场新人啊 那样子 其实给予东宇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那当然就是 刚才有说到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歌手 都是以创作 就是建场 那像是一些大家都熟悉的 比如说时光的品官啊 对对不对 吴起仙大哥啊 对对 然后雨中啊 对 然后还有吴家辉 这些都是创作上非常非常厉害 唱功上也就是非常棒的一些歌手 以唱歌为主流的话 我们就有静如做代表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有东宇哲 对对对对 然后东宇哲当然就更全面一点啦 就是又舞蹈的部分 然后有演戏 然后还在台湾演 我的兄弟恩这部新的偶像剧 对对对对對 那有没有觉得 想要让就是更多朋友听见 你们自己内心的世界 对那其实最近我们就有在 在尝试创作吧 对然后我觉得 其实当在创作的时候呢 你真的是会 写出你的心声 就是唱起来的时候 你觉得 你在唱你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创作是 还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在尝试创作 像是我们之前呢 有写爱的奇迹的歌 对 那也是因为我们都一直看到 奇迹一帮们的一些留言 然后也在晚上的时候 特别想奇迹一帮 有时候在活动上热情的尖叫声 那我们就还写出那一首 爱的奇迹的歌词 那其实我本身觉得 本地的创作人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呢 我有问过就是一些创作人说 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创作人 写的歌词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就说 国外呢可能是有四季的关系 那可能就是写在歌词上面 就会有秋天啊冬天啊 这一种东西 那马来西亚其实本身就是 四季如下 对 那你马来西亚可是可以写到 那么棒的歌词 我觉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马来西亚创作出来的歌曲 其实都感觉很热情 对 因为夏天嘛 热情如下 对 又比较淳朴一些些 对 相较于就是台湾的一些创作 比如雨晨庆大哥 他之前不是这样 汤小康老师的作品 就是唱我吗 对 情非得已 那他自己也有说 他说其实当时呢 他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他觉得这首歌怎么那么怂 对 就是跟感觉上 跟台湾的流行音乐 有一点点的距离 我今天早上才听这首歌 可是有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当你接收了 太多新东西的时候 突然间一个比较 纯朴的东西 它就会变成 整个流行音乐的一股清流 对 它才红起来 对对对 我们汤小康老师到今天还是收着板碎过日子的呢 所以我觉得本地创作真的是这一点非常的棒 那也因为本地创作就是收到大家的瞩目 然后也大家的喜欢 所以呢才会有鱼鞋 这个颁奖典礼就是出来的 就是鼓励本地的这个乐坛 那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 看好谁会得新人奖 看好谁会得新人奖 然后我们待会再讲这个啦 我们都ending的时候再讲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看好谁会得奖 不要说新人的其他的部分 有没有希望看到谁在台上领奖 看到谁是领奖 对啊 我们说前辈啦 不要说新人 好前辈 那其实就有认识了唐小康啦 那其实我就是蛮喜欢唐小康他的作品 因为之前我都听有听他的歌 然后我觉得他歌都非常 你知道吗 非常的可以抒发你那个 正本人心 对对 我觉得我希望我以前的这个师兄可以得奖啦 那我本身其实希望的就是制作人的话 我希望就是刘永辉 因为他本身他年纪非常的轻 真的我可以说年纪非常的轻 是因为他才大我两岁这样子 对 大一岁 对啊 所以他可以创作到很好听的歌曲 像是厚脸皮啊 还有很多歌曲写给陈士安啊 颜色月光啊 那我本身歌手 我想要 那我也想看到钱师兄得奖 宇宙或者是威儿 OK 对因为他们创作非常的棒 那也谢谢威儿就是写太阳语给我们 那有机会可以入围到于邪讲的 十大金曲这样子 好 那待会回来之后呢 我们有另外一位嘉宾出现 嗯 那到时候呢 我们就有三位两组的新红人在现场 有些问题要考考你们啦 OK 好 继续的时候 走吧 一番 好 好 只想说我喜欢你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在一起陪伴你 保护你 别笑我 爱你怎么会怕累 一直给谁怕谁 后脸会向你告白 向你风飞行 我全心却依然 或许我们都期待 有你再不惜都精彩 如果你明白我的爱 你不会不理睬 我是个勇敢的男孩 偶尔杀得很可爱 不害怕失败 你不会不理睬 我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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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不理睬